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收看订阅明镜 海陆交界之处 水汽的台深 降雨的状况就在桃园 新竹跟苗栗 海边明显 目前的降雨甚在从台中 往彰化跟云林的方向 正在逐渐的往南移动 所以在南部的朋友 你早上虽然看到阳光强 不过下午以后 随着封面带逐渐的往南移动 从北到南都开始会有真雨的状况 但北部的降雨已经逐渐的停下来了 我们再来就看一下雷达回波了 最新的雷达上面可以看到 封面带的水汽现在已经到达了中部 北台湾的水汽发展在前一个小时 已经开始逐渐的减少 这也就是在新竹跟桃园这边的雨的部分 也都逐渐的停下来 但是你可以注意 这个雲带正在逐渐的 往南的移动的过程当中 雨就会由中部 再来往南部的方向移动 很可惜的是 这个封面停留时间非常的短 今天晚上整个封面带 就已经南移到南部地区了 随着明天整个水汽逐渐的离开 江雨的状况 已经就会由北往南而逐渐的停下来 而这波封面带来一些水 很可惜也都没有到集水区 因为主要就在海洋跟陆地的 海陆交接之处 我们叫做第一段的台深地区 再来看到卫星云图了 这波的封面云带 在今天的时候逐渐通过台湾 北方的高压逐渐的下来 高压在今天晚上 把封面往东的方向推动过去之后 明天封面就到达琉球群岛 跟台湾东南方海面了 所以明天封面就远离了 我们就转为一个比较天气晴朗 午后真雨状况 山区部分比较明显 尤其到了周日 塞巴侯在山区的部分会多 那这边的水汽会往北台深 再形成另外一道封面 这道封面就会在下周一的时候 再接近台湾 很可惜是下周一的封面移动速度 跟这波一样的快 一天的时间就通过台湾上空 我们来看看今天的晚上到明天的温度 晚上的温度略为转凉 因为东北风进来了 明天白天又回到一个 比较闷而热的天气 午后真雨的部分 在山区的部分明显 短暂性的降雨在中部以南 今天下午有 到明天天气好转 东北部是零星的降雨 在银封面 歪岛地区夜晚凉 提醒您雨区行车 注意安全 我是戴力刚 也是气象专家 18年的气象主播位置 告诉你最准确的天气讯息 当然更重要的天气内容 就要锁定我们中视气象台 更多的新闻信息内容 锁定中视YouTube频道 按赞 订阅 分享 开启小铃铛 优优土 正面 开启小铃铛 请参照